这一个个走的 都是人家的原因吗 有没有我的 不是 领啊 你说你横一个对不起 竖一个对不起的 说实在话的 你对经研也好 还是对叶总来说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 因为究竟你干了这十几年 你为公司创造了 非常多的价值 对吧 你突然间你就说你要走 而且没有任何理由 叶总没有说不让你走 但是如果你就这样走了 那么整个圈子里 将来所有人都会指着你后脊 一定骂你 知道吗 对不起 竖阳 你走吧 我相信你 你走 肯定有你的理由 不管什么理由 我都希望你将来 能够顺序当当的 到了别处 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 也许 是经研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走吧 谢谢叶总 不用 再见 叶总 再见 再见 范明 不是 告诉人事部 在待遇上 不要亏待他 不是 我们这是在搞慈善嘛 说走就可以走啊 他走肯定有他的原因和理由啊 只是人家不愿意说 这是人家的自由啊 你管这么多干嘛呀 什么原因 我一定弄清楚 你弄清楚有什么用啊 你可以不清楚 但我必须得弄清楚 我当然清楚 这一个个走的 都是人家的原因吗 有没有我的 你想过没有 你不会有一天你也走吧 如果有一天我走 我也会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我不能就这么走 随便就走了吧 我不会给你这个理由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 这牌给你挂上去的啊 挂没几天 现在人家多给你一点钱 再明明上映上你的态度 你现在要过去哪儿 当初是你跟我说 你要复原 你小时候读书的图书馆 你说我们起码 做十个社区图书馆 你还会跟我说啊 钱不是你首要考虑的啊 我改编处意了 从前往后 这个项目总由你负责 他给你多少钱 跟你没关系 我就是要知道 他给你多少钱 我就想知道他给你多少钱 可以动摇你这个 不可动摇的梦想 没有什么不可以动摇的 好了 泳正 工作上的选择啊 是人家的自由 建立汪溢 背信起也是人家的自由 叶总叫你去他办公室 去吧 好 吴文账 叶总呢 刚刚失去严大奖 这公司里边不和谐的生意 第一时间就出来了 说是要解散你们严大小组 你要记住啊 叶总要操心的事情 比你那是要多得多 所以说 那些负面的情绪 留在这扇门之外 进去之后 老板就是老板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别跟个小孩似的 成熟点 叶总 吴文账 叶总 你那个部门下周就要调到设计部去了 跟他们合并 周一就要宣布 我呢 提前跟你支会一声 意思就是要放弃我们的独立性 差不多吧 我们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嗯 李昂 李昂 我来喝杯咖啡吧 走吧 爸 我本来只是想还还 合同只是拿回来而已 但是我也没想到 杨阁公司已经有人 传话到我们经验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不能不走 王永正他脾气是大了点 没有 我特别理解他 换作是我 我也会很生气的 刚刚还在一起 热火朝天地聊工作 转眼就变成了叛徒 谁不生气 还有叶总 我的经验跟了他十几年 我到底做了什么呀 你别这么说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的 你是想安慰我 如果再来一个人呢 再来一个比李洋还强的人 我们还是一样三人小组 保持原状 肯定吗 李洋是公司培养了十年才到今天的 现在只有一个周末的时间 下周一就要宣布了 到哪儿我们找第二个李洋 叶总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让王永正先回去了 好 你知道吗 杨柯给我的条件比我们经验好太多了 唯一的要求 就是我马上过去 他们就是想气气经验 我自己都没想到 我到了他公司会马上答应他 你怎么办 因为你知道 唐欣说的和承诺你的 他都会说到做到 这就是他的招牌 而杨柯的大方和敢于放权 也是金言有口戒备的 你是在开解我 我想说的是 如果换作我是你 我应该也抵挡不了这么大的诱惑 你为什么要开解我 我现在是个叛徒 我是整个金言的叛徒 你为什么要开解我 你应该恨我才对啊 对不起 我自己的经历觉得 无论如何 都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评判别人的选择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别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往前走的路上 肯定会失去一些东西 但是 你也会得到一些东西 你好像经历过很多的样子 有一些吧 感觉好点没有 谢谢 我还是想说说戴希的事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 我以我个人 我去找戴希谈一谈 如果行的话 解答欢喜 如果不行 那也是我的个人行为 跟金言没有关系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 这十几年都过来了 你说咱们跟她吃吃饭 聊聊天还可以 现在你把人招回来 你觉得可能吗 好的时候 你把人抛弃了 不好的时候 你把人招回来 合适吗 我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 保住研发小组 这是最重要的事 你说你把这块牌子挂上去 用了十年的时间 现在书摘就给摘了 难道 再把牌子挂上去 还要再花十年的时间吗 我知道 你是为了经验好 但是 现在没这个必要 放心 我经的事多了 这点事扛得住 给我倒杯咖啡 这是怎么了 我们部门被合并了 好 这么快就决定了 卢叔计划还是会继续的 你不要太沮丧了好吗 不是我们说的算的 我想李洋可能是因为知道这一点吧 以后李洋就是蒋男孙的同事了 扛不过 我会来 你把这部门都变成了 但是大虎给了 又过得来 请我帮我 优优独播 我们说吧 感谢观看